導遊帶著遊客參觀台東嘉蘭部落天空步道 但一下車不是介紹當地金冠特色 反而是以戲虐跟歧視原住民的延遲取悅大家 就是這段影片竟然在網路上不斷流傳 導遊以致認為幽默逗趣的談話 大開族群玩笑 甚至以失落的部落來約於歷經巴巴風災重創的嘉蘭村 當地青年不滿導遊行徑 當街攔下遊覽車 要求導遊解釋 有必要這樣嗎 有必要這樣嗎 你太**了原住民王大是不是 在你嘉蘭村啊 我太**了原住民王大是不是 而這件事在當地部落傳開後 也引發族人的不滿 要求該旅遊公司公開道歉 未來也不再歡迎這位導遊來到部落 受災的過程他沒有經歷過 所以他不知道我們過去那個痛苦在哪裡 那個我們辛勞 因為我們是離災不離村 所以我們是一個重生的部落 而不是他所說的那些失落的部落 不管是我們的長老老我們的頭目 我們的年輕人 整個嘉蘭村都在抵制他 我們不是天字抵那個天八路 但是希望天八路不要再請他來到嘉蘭 事實上這位導遊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類似事件 在2015年期間也因為在遊覽車上 以訓練的口吻高唱阿美族歌謠 引發爭議 面對員工再次因不當言論 引發爭議 公司負責人也立刻在臉書上PO文致歉 並表示會陪同該名導遊前往嘉蘭部落 公開向主人道歉 公司負責人強調導遊是有口無心 希望族人能夠諒解 也當意未來不再安排這名導遊解說 會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而族人也表示導覽員應該要傳遞正確的信息 跟資料 若一位傳達錯誤訊息 只會加深刻板印象 引發族群對立 女士新聞 這部電台東京風採訪報導